如果张黑有段位 那么谁才是最强王者 青铜迪龙布鲁克斯 在场上他敢攻击扎姆斯的龙当 在比赛前他还会和扎姆斯如同拳击手一般四目相视 采访时 迪龙直言扎姆斯现在太老了 他除非能拿到40分 不然他无法获得我的尊重 白银杰利米索汉 在社媒上索汉是最会阴阳扎姆斯的球员 在红人被绝筋打成3比0的时候 索汉在社媒上发了三个无嘴笑的表情 更过分的是 索汉还连发几张星星来嘲讽扎姆斯 可以说在人格侮辱方面 索汉就是社媒的最强张黑 黄金 蓝丝 史蒂芬森 从知名角度来说 史蒂芬森是MBA历史上最出名的张黑 他曾经靠着一手帮扎姆斯吹气火爆全球 在比赛里 他还会贴心的帮扎姆斯挖小零石 靠着一手精神骚扰 史蒂芬森让扎姆斯不厌其烦 他和步行者无虎甚至还差点击碎热火三巨头 钻石 德肖恩 史蒂芬森 还在效力奇才时期 史蒂芬森在场上和场下总是不停挑衅詹姆斯 在比赛里 每当他在詹姆斯的防守下投中三分球 他便会用手遮脸的方式来羞辱詹姆斯 在小牛总决赛击败热火后 他还身穿一有羞辱詹姆斯字眼的T恤 招摇过世 可以说 在所有张黑里 史蒂芬森是唯一一个真正击败巅峰詹姆斯的球员 王者 评论员贝勒斯 据统计 在贝勒斯发布的五万条文章中 黑扎姆斯的竟然就多达四万多条 只要有扎姆斯的话题 必定会有贝勒斯的神意 靠着黑扎姆斯 贝勒斯还签下了一份四年三千二百万的合同 正式成为年薪千万的沾黑 为了效仿贝勒斯 前步行者球员格兰杰也靠着黑扎姆斯还清了债务 不过 詹姆斯对此也是表示 如果黑我能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 那么请继续 最后各位知道 NBA里还有哪些专业沾黑吗